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先前我跟你讲 这个盘是KD指标出现一个熊背离 这个股价不会不修正 不会不修正 那我跟你讲说 有人一直拉台这三档股票 硬推上去 台积电 2317 还有这个2454 今天还是继续推 推这个联发科 但是我跟你讲 各位投赞联发科这个地方 你宏高依然站在卖方 也就是先前我跟你讲 你在这个地方KD指标 人家买这个地方 你买这个点 这个附近 这个地方人家一定会买 他一定怎么样 寻找KD指标在低档 而不会在这个指标在高档的时候跟你下起哄 记得我跟你讲这个关联 所以我跟你讲说台积电业绩太好 跟你讲说4月19号752块以下 人家买这个地方 他绝对不会在这个KD指标在高档的时候跟你下起哄 反而怎么样 会宏高做调解 所以我跟你讲说这个要回档 那我当时跟你讲 这个盘 拎拉那些股票一直推上去 那这个盘要怎么样 怎么办 怎么办 那最好的现象就是怎么样 就是甲虎整理 拉长 拉长整理时间 那拉长时间 各位投赞联 你这个地方就是要选怎么样 低估的股票 我跟你讲说 譬如说2368 这一种你就可以红低布局 还有跟你讲说怎么样 3014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红低布局 3665 各位我跟你强调 注意一下 电动车气电临有大行情 我今天只跟你讲一个观念 长线 你看一个AKD 你看一下 这是夜线图 AKD向上 对不对 你看一下 建核心 AKD向上 你看一下2428 AKD在50交叉往上 对不对 你再看一下 今天的核大涨停板 夜线 一载这个大 但是这个KD比较敏感 这个用的KD跟我使用的不一样 好 我跟你讲 送电股 我跟你讲 我一直不愿意跟你们讲 我今天先跟你讲 为什么我告诉你 腊膏一定要买 各位你看到什么现象 夜线图 出现什么现象 这个高点 比这个高点来的高 这个高点 比这个高点来的低 夜线图出现 熊背底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 说我这一波非常有把握 重电股一定崩盘 只要学技术分析的人 看到这一种现象 AKD熊背底 焦叉往下 你再看一下 这个高点 是不是比这个高点来的高 这个高点比这个高点怎么样 来的低 熊背底 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会崩盘 但是你看一下 3665 夜KD 你注意一下 出现牛背底 这个低点 比这个低点来的低 这个低点比这个低点怎么样 来的高 夜KD 牛背底交叉往上 所以我跟你讲说 气垫瓶迟早一定会打涨的 而且显得气垫瓶的严重低 我再跟你讲一样 所以我跟你讲 重电股 各位投资的人 你注意一下 你能够逃的 我跟你讲 你尽量逃 只要那个 AKD出现熊背底 人家最怕这一种现象 只要熊背底 我跟你讲 就没有人要做了 不管你什么大户 怎么多大户 看到那个熊背底 我跟你讲 投资夭夭 至少要修正几个月 我跟你讲 要修正13个月 所以重电股我跟你讲 会崩盘 所以你看一下 今天你看一下 重电股 1519 有没有 拉上来人家跑 今天有拉 早上一开盘 很多人觉得 重电股要涨 我跟你讲说 只要看到AKD出现熊背底 就没有人敢买 因为至少要修正怎么样 13个月 你再看一个 1503 所以这个拉上来怎么样 再骗你们的 再骗你们 这一档股票目标期 在多少 我跟你讲 140到150 这一档股票目标期 在多少 还在107 在70块到60块 各位 你这个地方一定要 非常的小心 所以气电影跟重电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重电股还要崩盘 那下一个要崩盘的股票是怎么样 机器人 机器人也要崩盘 还有一些怎么样 高估的股票 我跟你讲 8996 今天硬拉 拉上来赶快跑 你不要傻傻的 就像我昨天跟你讲说 6125 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这一天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 昨天开高 走低 厂的带量 那今天又怎么样 这个都是严重高估的股票 所以我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怎么样 这个我等就挤泡沫 所以各位 我仍然跟你讲 今天给你再看一个 看这个资料 明天会再给你看一个资料 再看 给各位看一个资料 台湾的本益比23.9倍 香港14.4倍 英国14.5倍 上海A股12.0的 所以我的会员 请你注意一下 我明天 会按照计划 会买怎么样 买进富生2S 为什么呢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为什么买富生 因为它怎么样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这个谷底 台湾高处不生寒 高本益比股票赶快逃 低本益比红低买 不用怕 好 你看一下 KD到达低档了 所以明天是我设计的 准备要回补 我跟你讲 明天会最好回补点在这里 这个地方 不是明天就是下礼拜一 我跟你讲 我护生的意思 还要买三次 明天或者下礼拜一 只是第一次 但是第一次各位投资 因为这个价位很低 一张只有怎么样 只有一万四 所以假设你要买十张 你可以分成两批 先买五张 明天你先买五张 那下礼拜一 或者下礼拜一 如果再下来再买五张 各位 你注意这个现象 那香港股市也怎么样 到达低档了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 开始 好 那我跟你讲说 台湾的股市这一波 要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说 TS1 台湾本益比那么高 你这个地方 还要让它涨到哪里去 对不对 你看到本益比那么高 各位 这么高 你还要让它涨到哪里去 所以昨天我跟你讲 洗泡沫 高估的股票 我跟你讲 全部都要大跌 低估的股票 你不用怕 今天 大跌了将近三百点 我跟你讲 低估的股票 人家都不怕 为什么不怕 因为它真正有那个价值 那高估的股票 就是泡沫 所以再开始挤泡沫 所以我跟你讲说 那怎么办 这一波要怎么办呢 对不对 这个在高档 要怎么样 那我跟你讲 美国股市一定会崩盘 就是利用美国股市大跌 有没有 那美国股市有没有大跌 美国股市大跌 几乎回到原点 接下来是Nestate的事 但是Nestate的指数会怎么样 我跟你讲 那个AI伺服器 我跟你讲说 那个亚马逊 谷歌 会比较强 所以它轮胀 所以你要选怎么样 AI伺服器 低本一笔的股票 哪些呢 伪创 对不对 金像店 光宝科 见顶 台光店 各位 我今天跟你讲 利起华泰准备开始买的 各位投资点注意一下 我跟你讲 利 城起 城起华泰 准备买的 我跟你讲 等一下怎么样去换 所以利用美国股市大跌 台湾 把它跌下来 所以台湾怎么样 这个地方一个怎么样 做修正的 好 那这个地方高点至少要怎么样 跌 13天 但是各位投资点注意一下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会再崩盘 明天台湾股市怎么样 先下 会留下怎么样 下很下 那我跟你讲说 台积电有没有 我跟你讲说 2330 你在这个地方宏高 我这个地方见你投资 你卖五分之一 这个地方也卖五分之一 那你在4月19号买752以下 我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卖五分之一 这个地方再卖五分之一 这个高点没有过 所以另外五分之一没有卖 好你卖这个 那明天怎么样 台积电 先下后上 会留下一个怎么样 下很线 会留下一个下很线 好 那留下下很线之后 各位 明天指数原则上还要跌 但是他可以怎么样 留下很线 留下很线 但是你注意一下 礼拜一 礼拜二当中有一天会缓弹 然后再怎么样 下礼拜三下班周 还要再杀 还要再杀 跟你讲到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跟你讲说 各位投资的人注意一下 台股这个地方就是起泡沫 各位 这么高的本利比 所以哪些投机股呢 你注意一下 昨天我跟你讲的 有没有 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会开高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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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档股票今天跌停班 有没有 我跟大家讲没有 昨天被我点到的股票 通通跌下来 你看一下 2613 今天有人空到这里 空 换空 等一下来 回补 有没有 好 再来看一下 雷迪克 5230 有没有 好 再来看一个 昆盈 哇 根本没有高点 对不对 昨天 哇 还凶得这样 涨停班 今天就不敢开高了 因为开高人家要放空 好 昨天有一档股票也怎么样 涨停班 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今天也应该藏黑 这一档股票 3564 你看一下 哇 今天就没有高点 昨天还涨停班锁住 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会崩下去 可难 这崩下去了 好 我分析给你听 各位很好分析 各位你看一下 中贵 DG EPS 0.15 我们公司估一块 跟我预估的一块一样 好 你注意 这一档股票 跟这一档股票做比较 还跟一桶做比较 DG EPS 0.78 一桶是零 中贵是0.15 好 前年度我们预估这一档股票 2.8 这一档股票一块 这一档股票0.8 各位 0.8在51块 一块钱的股票在40.8 0.2.8的股价在40.5 所以看一下 6125 6175 今天为什么不得 我跟你讲 有人在吃货 他量还很小 主力吃不到货 吃不到货 那你看一下 2613 各位 好 再来你注意一下 你再比较一下 这个是车电 这个也是车电 你看一下 EPS DG EPS 0.21 耿顶1块2 1.02 钱领EPS 2.6 我们公司也估2.4 我估好 这一档股票我估1块 钱领公司 公司估0.8 各位 1.2的股价在41.6 2块6的股价在36.5 各位 所以为什么雷迪克要崩 各位耿顶今天怎么样 也不太下去 这个就很清楚了 所以开始挤泡沫 好 再来你注意一下 这一档股票 真的有够离谱 我们公司估1块钱 那我估1块半 98.1 这一档股票 DG 0.85 DG 0.1 钱领公司怎么样 1块半 不会到1块半 所以我们公司估1块 大概合理了 这一档股票3块1 3块1股价在48.3 1块半的股价在98.1 所以难怪连2千天会崩盘 各位那这一档股票 跟这一档股票就有同性子 你看一下 DG 0.83 DG 0.25 我们公司估1块钱 我估1块2 好就1块2 54.9 即合2块8 40倍 所以跟你讲 明天 延增 开高走低 跌定板 我预计 开高走低 跌定板 那这一档股票 明天拉回来 非常好的买跌 所以各位投资人 要挤泡沫 所以昨天我跟你讲的这一些股票 都跌下去 好 今天我再跟你讲一些股票 3312 今天涨停板 各位 明天开高走低 为什么 这一档股票是电子零子键 DG EP多少 0.58 0.58 2472 EPS多少 1.47 1.47 股价在76.6 3312 EPS在0.58 明天开高走低 场A 再来6140 这一档股票 明天还可以涨 但是这个底部已经出来的 这一档股票可以注意 再来一档股票 明天应该跌定板 8374 这一档股票怎么样 乱吹 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明天应该怎么开高走低 留长的上影线 甚至怎么样 应该要怎么样 零顶板 好 我跟你讲 2399 这个可以注意 24525 可以注意 2329 可以注意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你资金怎么换 好 明天注意一下 4549 明天开高走低 长黑 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EPS 第一季EPS多少 1.18 这个是怎么做设备股的 1.18的股价在197 6438 EPS多少 1.95 同性子 KD已经怎么样 到达第一档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也是做机器设备 第一季EPS怎么样 1.95 股价在117 可是你看一下 4549 EPS多少 1.18 股价在怎么样 1.18差现得 1.95差很多 这个股价197 好 明天这一档股票 应该长红 好 再来6435 这个股票上来的 为什么这个股票上来 各位 KD指标 业绩还不错 而且怎么样 我跟你讲 我说怎么样 KD 做KD 到达第一档 各位 这一档股票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注意 所以很多股票 低估 只是没有人潮 那很多股票 高估 都是有人炒 可是他炒过头了 所以各位投资 你不要客气 炒过头的股票 不要客气 我跟你讲 这些炒过头的股票 各位 你绝对怎么样 你不要客气 拉上来怎么样 把它杀掉 再来怎么样 再晃空 因为台湾股票怎么样 我跟你讲 高估的很高估 有人搭的很高 那就给你做空 可以有钱可赚 有些股票没有人潮 低估非常低估 这些股票我们不要怕 拉回来 你宏低布局一定有钱可赚 做多一定有钱可赚 各位你注意这个现象 好 所以这一些股票 各位你要怎么样布局 这一档股票布局 这一档股票怎么样来布局 这一档股票怎么样来布局 这一档股票 好 这一些股票 明天延尊应该开高阻地 跌停板了 这应该是跌停板 好 再来看一下 我跟你讲说 机器人 各位 第一个要崩盘的股票是重电股 第二个族群要崩盘的是机器人 跟你讲 这个拉上来都是怎么样 逃命 好 2359 各位 你不要再去追高了 你会追高 你会被骗 各位 好 5371 有没有 我跟你讲说 这一天有人去换空 好 跌到这个地方会缓弹 不是一路跌 那缓弹上来 各位 如果你有 还是要卖 如果你套在这个地方的 你不要杀地 利用他的其他 你要出调 好 各位投资人 你要出这些 这些出调 那明天 几个 就会非常好的买点 本利比16倍 金像电 跟你讲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那这一个 年金上全都是严重高估 好 再来第一 这个区块 我跟你讲 好 明天 你要注意怎么样 金像电 你要注意什么 伪创 你要注意怎么样 见顶 你要注意怎么样 国具 好 华城 我跟你讲 AKD出现熊背离 学技术分析人 看到AKD出现熊背离 我跟你讲 连看都不看了 一定会大跌 重电股 出现熊背离 那学技术 我跟你讲 都没有人愿意买了 你就是大户 他也不会去买的 因为出现熊背离 就告诉你怎么样 一定会崩盘 所以我跟你讲说 重电股这一波会崩盘 投资人都不相信 接下来我判断第二个族群 要崩盘的是什么 是机器人 机器人 机器人什么 没有 没有营收 没有营收 随便欧白会化腐烂 电视上一直播啊给你说 机器人 各位 机器人早就有应用 我跟你讲 我回南部云林县 我故乡在云林县 我到湖尾去吃那个怎么样 那个火锅 他火锅是用机器人在送 很早就有了 所以那是应用面的一个 但是应用面怎么样 没有普及 而且股价炒得太离谱 所以各位 那个故事 电视 一而债 债而三 拿出来播 结果你们很多投资人都被骗了 都被骗了 我只能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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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国际今天召开股东会 老板自己讲的 老板自己讲的 AI 所以跟你讲 AI本益比最低就是 国际 这个都 我该讲的都已经该讲了 你听得进去就听得进去 听不进去我也没办法了 我也没办法了 然后劲鼎 最近投心卖 金像店 伪创 还有怎么样 各位 再来 各位 你要怎么样 这一档股票 你要开始出掉 等一下再跟你讲 再来 我跟你讲说高利 所以今天为什么高利留下很长的上影线 一点 每个公司都是发展业能 有那么简单 我跟你讲说 台湾的业能发展出来 我跟你讲说 只有几档股票 一个是什么 奇红双红 技术最好 一个是什么 见准再发展 还有怎么样 我跟你讲说光宝科 还有那个达电 发展怎么样 一条龙的 一条龙 发展一条龙的股票 我跟你讲说怎么样 是光宝科跟达电 那纯粹卫能的是股票是怎么样 在那个怎么样 奇红 双红 还有近准 那其他的 我给你讲 我跟你讲 大家也出来五百花 那你就以为真了 各位 自己应该偷偷想看嘛 每个人都说他怎么样 发展业能业呢 有那么简单 高利 还有广 广运 有那么简单 所以EPS 第一季EPS1.7 前年EPS7块 股价怎么样 五百零一 这一档股票开始做头 我认为它会崩盘 那你看一下 台光店 明天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会带大跌 各位 明天下来 非常好的买点 好 注意 各位 华泰立台 立台 我跟你讲 这个公司有点骗人 有点骗人 你看一下 EPS1块 120.5 好 乘起两块 所以这一档股票会涨 华泰也会涨 为什么 各位 本利比很低 业绩非常好 你注意一下 2329 KD是不是在低档 好 你改一个怎么样 好 我再给你看一个 2425 有没有 好 各位 我再改一个怎么样 周线图 有没有 2329 周线图 所以我就是等到现在 才要跟你讲 华泰跟地区 周线图 到达低档 2455 周线图到达怎么样 低档 各位 各位 而且怎么样 它是有基本面 各位 人家低剂0.7 人家低剂0.34 低剂1别是负1块钱 前年估计怎么样 1块钱 股价在124.5 这档股票估计2块钱 是它的两倍 股价在39.4 这一档股票估3块半 3块2股价在60.3 有没有低估 所以怎么样 这一档股票宏高卖 千万记得 你一定要卖 不要杀低 弹升上来赶快 投资夭夭 拉回到怎么样 这两档股票 然后这一档股票 台光店从明天开始怎么样 你可以开始规划了 励志很强 励志 各位投资您注意一下 励志 对不对 但是KD也到处 要等它修正 好 再来你看一下 车电 所以跟你讲车电 有没有 辛勤茂莲 胡莲 利荣 这个股价 6块钱的股价 在76.6 1块钱的股价 在98.1 都乱吹 都是 杀在黑白贯 黑白插 那这个怎么样 炒完了之后怎么样 总是要见公婆 要见公婆 谁是假的 乱炒作上来 跟你讲 股票就恢复原点 谁真是货真价实的 股价就怎么样 还给他公道 所以你看一下 今天 有没有 冒联 各位自己看 那我跟你讲说车电 它出现一个怎么样 非常好的现象 我跟你讲说怎么样 AKD 好 你看一下 重电出现什么 熊背离呢 AKD呢 熊背离呢 AKD呢 熊背离呢 熊背离呢 AKD呢 AKD呢 熊背离呢 只要看到这一种现象 我跟你讲 都没有人敢碰 我跟你讲 都没有人敢碰 看到这些没有人敢碰 你学技术分析的人 只要看到这种现象 投资夭夭 所以为什么重电股 我跟你讲说会崩盘 很早我就知道了 出现熊背离 我当时只是告诉不愿意跟你们讲 但是我跟你讲说重电股会崩盘 那下一个族群要崩盘的股票在哪里 机器人 还有一些高估的股票 6125啊 这个也要崩啊 为什么 你看看 这个高点 比这个高点来的高 这个高点 比这个高点来的低 出现怎么样 熊背离呢 夜线图呢 他不崩 才怪 所以各位 夜线图出现熊背离的股票 各位 不要碰 至少要等多久呢 8个月到13个月 以后再讲 我跟你讲 夜线图出现熊背离的股票 至少要等8个月到13 也就是怎么样 学人家懂的 这个股票都不碰了 他至少要等8个月 他要13个月 这么说 各位 但是我跟你讲说 低估的股票 你红低 好好的规划不及 你看一下 2327 对不对 然后2472 2472 然后再怎么样 6284 各位 都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所以各位投资点 你注意一下 都已经怎么样 各位投资点 你注意一下 这一些修正到一个 各位 日线图到达低档的 加班啊 今天有量 所以今天怎么样 压低就好 所以好好规划 我跟你讲 台湾整体本利比23.9倍 非常高 高的 非常高 就是要起泡沫 低的 非常低 明天各位投资点之为 今天晚上利用美国股市 在的崩盘 对 业绩股 明天会出现一个 绝佳的买点 但是高估的股票 坍上来 坍 甚至我跟你讲 可以怎么样 换空 多空 两边做 高股股票 有人拉得很高 你换空 有钱赚 低估的股票 非常低估 你做多 有钱可赚 各位 认同黄老师观点 请你带进来 加入我们行列 今天跟投资朋友 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 风险